大家好,我是鄭啟然校長 我是寶寶友誼學校的校長 這間學校是一間在太古城日 立了差不多四十多年的學校 一直以來這間學校都是以服務 我們這個社區為重要的任務 所以我們的學校當初成立的時候 其實就是有了這個育嬰軟牌 我們的修生不設任何面子 我們是用一個就近入學的原則 去收我們的學生 背後反映了一種教育的理念 就是有教無類 學校是一間很以兒童為本的學校 我們不催谷 而且我們很著重照顧和訓練小朋友 獨立以及治理能力 例如說18個月的小朋友 要懂得去使用這條毛巾 吃完東西抹乾淨的桌子 如何收拾東西 好好地分類 我們主要的學校教學方式 是以Project Approach 去跟小朋友做不同類別的教學 大約每個月 我們會行一個大型的Project 每一個Project都會 涉及了不同的學習範疇 都是根據教學局的課程指引 是能夠符合到的指引去推行他們 我們大部份的徒師 已經是拿了幼兒教育的學士學位 經驗全部都有五年或以上 有一部份是有超過十年 所以在教師經驗上來說 我覺得自己作為校長 我都覺得是相當不錯的 其實我們都會很善用不同的分明 和計劃去做一些校本的師資培訓 做了兩年我們有參加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賽馬會和萬聯足球學院 合辦的一個叫做足動潛能的計劃 就真的派了一個萬聯的外籍教練 就跟我們的老師做教師培訓 又跟我們的小朋友玩踢球 在透過遊戲中 怎樣訓練到他們的身體機能發展 以至乎他們學會怎樣去聽一些指令 培養了他們對足球的興趣 和玩得開心就已經很足夠了 我們有些時間 其實會是被不同班組 或者不同年齡層的小朋友 去雲齡一起玩的 例如花式吊繩 其實都已經是一個運靈的活動 我們會有K2和K3的小朋友 一起在那裡玩 例如沒有花式吊繩 K2和K3一起玩等等 因為在運靈的過程中 其實大哥哥大姐姐 又會學會怎樣照顧小小的小朋友 小小的小朋友 又可以觀察到一些哥哥姐姐 其實他們怎樣去做這件事 所以這裡有一個化學的效應出現 是幫助他們的不同紀錄的發展和培養 都會遇到一些夫妻不和的問題 怎樣去幫他們約他們回來聊聊天 然後當小朋友有一些很大的行為情緒問題的時候 怎樣疏導小孩的情緒 怎樣教家長一些方法 讓他們在家裡能夠 真的跟小朋友很坦誠地有一個對話 在我和學校和社工的全力劫作之下 有些家庭都是走出了 那個夫妻緊張關係的陰霾 而且也幫助小朋友 減低了一些很大的行為和情緒問題 去到小朋友畢業了 我們會和家長建立了一個挺深厚的情緒 變成了不久 我會看到有些異了問也好 或者畢業了幾年也好的家長 暑假其實會回來探討我們 是一個很值得珍惜的關係 我覺得是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